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开始审理涉及两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 是否有资格再次宣誓就职的司法覆核诉讼 来自青年新政的新当选议员梁重恒和尤慧晶 在上个月首次宣誓就职的时候被认为有所谓的欲华言论 青年新政的梁重恒抵达法庭时被大批记者包围 香港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说 这是一个关系到香港未来的重大案件 这场官司对于香港未来不论三权分纳或是我们的司法制度 影响都非常大 而且这宗案件也是因为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宣誓上所引起的风波 青年新政也是我们本土民主前线一直坚实的战友 所以我们都今天来到这里谈订和关注着电视法制 除了支持者之外 星期四亦有谴责这两名议员的团体在法院外举行抗议 反对香港独立的团体香港政研会主席邓德成是这样说的 反正立法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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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这个不单止关系到立法会问题 这个是关系到全国关系到中国人的事 他认为他们的欲华言行太过分 他们不应该担任立法会议员 所以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对法官说他们不同意 被北京认定宣扬港独的青年新政由慧晶以及梁仲恒 在10月12日宣誓就任时 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环额 并且将英文China 读成China 发音接近China 后来 两人和其他几位议员宣誓被立法会主席梁军燕裁定无效 但允许再次宣誓 但由于北京建制派的种种阻留 两人至今仍然无办法宣誓就任 此外几日以来 香港的传媒港泛报道说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可能会就宣誓问题主动释法 引发各界强烈反响 外界担心北京可能会绕过香港的法律程式 对香港基本法作出罕见的释法 这个将会对香港的司法独立带来巨大打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